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看 看完马老师的简介之后 我们就先请他来 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欢迎老师 老师你好 Lisa好 那其实据我所知 有很多不少学生 除了考生以外 都不太了解 一般的华文课 跟中国文学 其实有什么样的分别 可不可以请老师 跟我们说一下 是 不只是你 应该是有很多人 都不知道 这个华文课 和中国文学课到底有些什么不同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这两者 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体系 只是说 华文课多进行语言的训练 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 文学作品 是语言的艺术 文化的精华 对 是语言的艺术 文化的精华 所以 你看 这个 无论是诗歌 散文 小说 戏剧 里头 都激电着十分丰富的民族文化 还有 蕴藏着许多人生哲理 听起来也是很不容易 其实 是很 很丰富的 真的是好丰富 所以 我们在 读这个文学作品的时候 就要求学生 精读 细读 跟普通的华文的文章就不太一样 需要精读细读 学生就必须要读懂 读懂什么呢 就是文学作品里 副表现力的语言 再来 他需要了解 这个作者的创作背景 和他的创作意图 那可不可以说 好像 如果是中国文学的话 就等于我们要更深入地 去了解他的历史 对 就是他创作背景 作者的创作意图 再来我们就说 学生需要 就是学会 怎么样去分析作品的 这个结构 当然很重要的 要领悟作者的思想感情 这个才重要 就是说 他背后原来是有故事 是 还有 我们也要求学生 能够联系实际 回到实际 紧扣着文本 也要走出文本 有自己读到的见解 从多个不同的角度 去理解 然后能够阐述出 自己的这个看法 和这个理由 好 那我们就先去听听一下 看看我们的学生 有什么样的见解 大家好 我是2020年SPM考生 我在SPM考试中选择 报考了中国文学科 从小我就对 中国的文化 历史 地理 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当我得知 我的学校中次选择 学科时有中国文学这个科目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 选择中国文学学科 再来 我认为学习中国文学呢 可以提升我们的民族私信 可以捍卫我们的民族语言 最后 我预祝各位SPM考生 可以在SPM考试中 金榜提名 大家好 我是来自 法生中华华中的学生 王伟成 也是2020年SPM考生 我的学校是全法生 唯一一间有开办 中国文学班的学校 而我就这样的很幸运 被校方安排在中国文学班了 坦白说 一开始我很担心 因为我的华文其实不是很好 尤其是古文 更是令人难懂 我一开始也有想过要换班 不选读中国文学 不过在家人与朋友的鼓励之下 我坚持下来了 文学作品里有不少人生哲理 我尤其喜欢 与我所预言 你提到的 人人皆有本心 懂得了正义的可贵 面对考试 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应付 希望自己能考出好成绩 在这里 我想借这个机会 感谢我的中国文学老师 马老师 感谢您这几年来的用心教导 让我学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谢谢你老师 大家好 我是X年2020年的考生 我之所以会选择报考中国文学 原因是因为有马老师和同学的鼓励 学习之后会发现 其实读中国文学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非常多知识 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所以选择读中国文学 我丝毫没有后悔 也非常地庆幸 我可以遇到有很好的老师 教我读中国文学 我们刚刚看完学生的一小段视频之后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就回来 我们就请老师跟我们的考生 说明一下SPM中国文学的作答方式 有些什么 欢迎回来 那我们现在呢 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马老师之前 让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学生 今天的学生是来自巴生中华华中的学生 对吗 马老师 好 她们包括了Harmony 少童 金仪 伟成 欣慰和乐仙 那我们就马上把时间交给老师 谢谢Lisa 好 同学们 今天老师来到这里呢 就是与大家分享 SPM中国文学 就考试了 要注意些什么 希望同学们 希望同学们都没有忘记哦 SPM中国文学 我们只有一张试卷 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文选 文选 假主 翻译 遗嘱问答 假主翻译呢 四题选答 两题 问答的话呢 是六题选答四题 这是文选的部分 第二部分 小说 小说的话呢 是四题选答两题 再来就是细句 细句的话 一样四题选答两题 好 总共答十题 OK 两个小时 三十分钟 所以同学们 注意哈 OK 两个小时三十分钟 如果我们推算一下呢 一题大概就是十五分钟 不过 老师认为 如果 在翻译的部分 你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其实 每一题翻译 你只需要用十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了 接下来的十分钟 这个十分钟很珍贵 对不对 可以呢 妥当地分配到其他的四考题 是说可以再重新看回去 你有什么想法 对 也可以再重新 再审查一下 你写的对不对 有没有 欠漏的地方 是 下来 老师就跟你们分享 这个考题的模式 那我们先看文选翻译的部分 翻译 翻译的话一般上它就是从文元文中 可独立成端的一个段落 记得吗?我们的文选 我们是有指定的篇章 那么大概就是70到110个字之间的文字 记得在做翻译的时候 以执意为主,意义为辅 执意为主,意义为辅 然后不可以漏意 不要漏意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字字翻译 每一个字我们都要翻译 包括净白话文的词汇 净白话文的词汇都必须要做翻译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巨子 司马迁鸿门宴配工饭日 从百鱼旗来建巷王 自鸿门 Lisa要试试看翻译吗? 我觉得 是不是 老师你把那个百鱼 你把它放紫色是因为你要我把它翻译吗?还是? 百鱼是不是说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 对,同学们还记得 要注意看,这个百鱼很浅白了,对吧? 可是呢,在做翻译的时候必须把它译出来 如果像这样子的话 你看,刘邦第二天带领 谁从百鱼人马来建巷鱼 达到鸿门 看起来好像都每个字都翻译了,对不对? 可是他这个百鱼没有译到啊 不行,我需要把它译出来 OK,怎么译呢? 就像Lisa刚才讲的 百多人,一百多人 OK,好,这个就是字字翻译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例子 好 蝶 风乱飞 令人不隐自罪 嘿 乱飞 乱飞 嘿 我怎么译呢? 我乱飞这个 就有点 就乱飞,是吗? 乱飞舞吗? 不,我们要把它译出来 乱飞指的是什么? 任意飞舞 任意飞舞 所以刚才我讲了 他们必须要精读细读 所以说真的是要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这样子说出来 是,每个字都在做翻译 他们不可以说 我大概知道 我就有一个大概的意思 不行 好 再来我们看 这个情况 也是同学们常犯的错误 一字多译 OK 同学们常常会忘记这个东西 一字多译呢 当它出现在不同的文本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意思 OK 我们看这个 以为 这个词 以为 Lisa,你认为以为是什么意思? 以为可以是认为 认为 认为 对吗? 也可以是 我线上了 同学,是吗? 有没有人来讲一下 以为 同学们 认为 同学们 OK 好 这个以为是我们看这一个句子 好 柳中原三界 柳中原三界里头这一句 虎大害远顿 以为是 吉野 吉野 甚恐 以为 在这里就是 认为 没错的 这个老虎怎么样呢? 非常害怕 对不对? 非常害怕了 做什么? 逃到远处 那么 他为什么逃到远处 因为他认为 这个驴子要吃自己了 这里的语为 认为 没有错 正确的 好 再看这个句子 这一个是 竹子舞退秦师 什么呢? 若舍正 以为东道主 这里的以为是认为吗? 可以 来 我的学生 少童 少童 这里的以为是认为吗? 不是 是还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的话 它是什么? 还记得? 以它为一个东西 OK 没事 如果达得不是很准确的话 就是说 准备的还不够 对不对? 稍后回去再做准备 没事 OK 这里的以为是 以之为的省略词 以之为 它是以之为的省略词 所以这里的以之为 是什么意思? 是 把它作为 把它作为 OK 所以整个句子 如果放弃 为公正国的话 而把它作为 秦国 在东边道路上 招待世界的主人 OK 所以这个以为 不能够只是认为 在不同的文本 它会出现不同的意思 所以 同学们就必须要注意了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字 嘿 很简单 很简单 是吧 夫 除了夫 还有什么读音呢?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一个读夫 有时候读福 当读夫的时候 如果它的本意 大家都知道 成年男子 或者是说 丈夫 对不对? 成年男子 或丈夫 可是当这个夫 跟人配在一起的时候 夫人 什么意思? 夫人是什么意思 好 那夫人呢 一般上我们都是尊称 尊称谁? 尊称 自己的太太 或者是别人的太太 对不对? 古时候都这样教的 夫人 OK 好 那我同学们应该还记得 这个 圣父在行情记器里头 对吗? 圣父呢 他 如何 给 怎么说? 跟他的妻子 他们两夫妻是有非常良好的关系 对吧? 那么他的妻子在帮这个审妇呢 带着朋友去 这个油 对不起啊 油 菜花盛开的时候 对吧? 那么审妇要跟朋友去出游 那么审妇的妻子 如何帮这个审妇筹备 然后最后呢 他们都 玩得非常尽兴 还记得吗? 同学们 所以最后他的朋友怎么说 他就说了一句 他朋友这么说的 众耶 非夫人之利 不及此 那么这里的夫人呢 就是指 嫂子 在我们今天的嫂子 您的意思 如果不是您的帮助呢 就不能够尽兴了 OK? 好 所以这里的夫 就是夫人 没错 来 请看这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 微夫人之利 不及此 你看 第一个句子 跟第二个句子 这个句子 几乎是相同 对吗? 很相近 是不是 不过在这里 同学们要注意了 这是竹子舞退情诗里头出现的 这一边不是夫人 这是夫人 是两个词 OK? 两个词 这里的夫是 拜词 那 的意思 所以注意了 我翻译的时候 就必须把它 译为 那个人 夫人 那个人 假如没有 那个人的 这个力量 或者没有 那个人的 支持 注意 好 再看 而不得 敬浮游 之乐 也 这是 王安时的 游包禅三纪 对不对 这里 一样 他也是 做 代词 他是 那 不是 那个夫人 所以不能够享尽 那 游玩的 乐趣 OK 好 如果 这个夫 放在 巨手 在前面 那么一般上在前面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 发语词 可以不做翻译 附近 何 愿之有 直接翻译为 静国 哪里有 满足的时候 看到吗 所以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了 需要细读 精读 特别要注意 在不同的文本 在不同地方出现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意思 OK 好 再看 来 这是 同学们 常犯的错误 什么呢 把古文里的 当英节 古文里头的当英节 物当为我们今天白话文里的双英节 所以在做翻译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同学们来请看这几个词 看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在这个刚刚好就在这个韩裕的达刘正夫这一篇里头出现好几个 我们看 不白悟朝夕所见者 人皆不住事也 住事 然则用功生者 用功 然 其所珍爱者 必非常悟 珍爱非常 来 我线上的同学 都能够回答这几个翻译词吗 能吗 老师来点名吧 老师点名啊 还是Lisa要来试试看 这个是SPM考证吗 你觉得这个注释 是什么意思 注应该是关注吧 注关注 试的话应该是看 看 来 乐仙 我看到乐仙在那边 来乐仙来 回答一下好吧乐仙 我觉得注释是 就是不去注意不去看 不去注意不去看 注在这里是 什么呢 留心 专注 所以我必须把它译出来 我不能够把它注释 我们今天讲 注释就是看 我不能够单单把它译为看 注释 两个必须把它译出来 留心的看 专注的看 另外一个 用功 用功 我很用功 对不对 用功 在这里不是这样子的 用功必须把它译出来 什么呢 用是动词 下 功 功夫 功夫 叫做生的人 真爱 这个不难 对吧 所以要来回答 真爱 harmonie 行为 harmonie OK 好 来 Lisa 叫harmonie harmonie有在状态吗 OK 好 没事 行为来 行为 harmonie来了 harmonie来了 OK 可能行为有一点慢了 好 harmonie 你说这个真爱 我们需要怎样做翻译呢 真爱 怎么做翻译呢 珍惜喜爱的东西 是 非常好 珍惜喜爱 OK 所以必须把它译出来 喜爱 对吗 它的线路有一点干扰 是是是 谢谢你harmonie 没事 线路有点点的干扰 OK 好 非常一样的 非常非不是 常是普通或者寻常的 非常物就是不是普通的东西 不是寻常的东西 OK 好 谁 这边注意 再来 在做翻译的时候 在做翻译的时候 代词必须按照原文的代称对象 好 这个是因为上下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他的上文说些什么 那如果他出现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把他的这个对象 直接写出来 比如说这一句 公祈法困 在竹子舞推行诗里头的 公祈法困 本来祈是他 或者是他们 对不对 是没错 不过呢 因为我们从上文知道 这一个旗指的是什么 使节 所以我们就把他的这一个对象写出来 使这个使者们 使者们 供应使者们所切法的物质 好 再看 同样的情况 明早取出 喷泉泉水 泡汁 这个汁 在上文 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汁 指的是 茶 所以我就不把它译为 泡它了 是泡茶 记住了吗 可以 再看 有时候 我们刚才讲到 要直译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 是不做本译 翻译的 是用意义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符合 今天的汉语语法的规范 看情况 比如说这个 是 四骑士 做三界 这是在柳宗园的三界里头出现的 那么这个 是 本意是事情 对不对 本意是事情 那你看一下 如果我们这么翻译 我觉得 像那些人的事情 也是写了这篇三界 那句子的意思是不是 怪怪的 对 不太对 OK 好 所以在这边的这个是 就不能用这个 它的本意 要用意义 所以在这里 我们译为情形 或者是情况 OK 好 再看 这是文元文里头的句子 常常会省略了这个兵语 所以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我必须把这个 省略掉的兵语 补充出来 把它补充出来 写出来 好 与我所欲言 刚才 伟臣喜欢的篇章 伟臣 OK 第一句话就出现了 孟子曰 与 我所欲言 如果我把它翻译成 先于 是我想要的 是不是 觉得那句子不完整 对吧 我想要的 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请你自己的 把它译出来了 给补充进去 我想要的 东西 来 再看一句 好 这是圣父的心情继续 另做矮边圆盘一枝 以便放杯住酒壶之类 那之类 我可以把它 听在之类的吗 这是一位 之类的 之类的 的什么 的用句 用句 把它译出来 好 可以 你记得 我们再看 切记 孩子们 这个注意 切记用成语 作为译文 请看这句 逐字舞退情诗 经老语 无能为也语 无能 是什么呢 无能为 我知道 无能为的成语 无能为力 我把它译为 无能为力 可以吗 不行 孩子 必须把它译出来 它是没有能力 能力不足 或者是用不上进 OK 好 所以切记不要用成语 再看一个例子 李密的成情表 这边是这个流 同学们应该会记得 流是指 李密的祖母 流氏 对吗 那我爸译为 这个日薄西山 气息烟烟 日暮图穷 烟烟一席 可以吗 那请问 何谓西山 何谓烟烟 你有没有翻译到呢 没有 没有 那烟烟还是出现 那么什么是烟烟呢 我还是必须要把它译出来的 日薄西山 像太阳破进西边 伤肝 快要落下一样 那么 气息烟烟 就是气息微弱 好的 我们谢谢老师 好 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广告 那广告回来 我们再请马老师 跟我们说一下 第一部分文选的 遗嘱问答环节 就不知道巴胜中华华中的同学们 你们都还吸收得了吗 因为我觉得老师 好重 不会 同学们你们还OK吗 还OK吗 都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老师 跟我们说一下文选小说跟戏剧 这三个部分 交给老师 好 谢谢Lisa 好 同学们 下来老师跟大家分析 这个问答题的考题模式 那问答题呢 这个部分是六题选达四题的 不止呢 六题选达四题是文选的部分 那么这个小说有四题选达两题 细记四题选达两题 我们就这三个部分呢 一起来探讨这个考题的模式 同学们注意看咯 注意看咯 等一下我要问问题咯 好 来 我们看 文选 文选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指定的篇章 就是十一篇文言文 两篇古英文 还有呢 七篇现代文 那么文选考什么 考什么 文答题我要考什么 主题思想论证 母论点 要求表明立场提出看法 再来 人物性格 说明影响原因 按照文本事例说明 表现手法 这一些都是考点 这一些都是考点 小说 记得吗 我们有五部短篇小说 有哪位同学来讲一下 有五部短篇想说是哪五部 同学们快快快 非常好 来 少童 我还以为少童 少童今天很帅 来 大家好 有 第一部是鲁迅的孔仪己 鲁迅孔仪己 第二部是八经的亚勒的三角情 是 第三部是三碗云的赤女阿联 三碗云 你吃你阿联 第四部是莫言的卖白菜 OK 第五部是田宁的欧香雪 欧香雪 幸亏没有忘记哦 好 没有额外分哦 好 来 我们看 考什么 主题 思想 故事情节 人物性格 形象 再来 论证论点 要求表明立场 看法 描写系数目的 说明影响原因 分成小题 有时候题目会是这样子 一级上述的提示 作答 这是考点 小说 我们再看戏剧 戏剧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我们只有一部 是姚拖先生改篇的起源 那么有四目 考什么 怎么这样快跑来这里 他好像是把我的 这个东西弄乱了 OK 好 他弄掉了我的PPT 没事 小说呢 我们考什么 考这个主题思想 故事情节 人物性格 这个形象 那么表明这个立场 要求考生表明立场 那么他还有连贯 多个角色来出题的 CG里面有很多人物 对不对 他可能会连贯几个 这个角色来出题 再来就是什么呢 他会有对话陈述 给你这个对话 然后出题 好 同学们 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 对不对 刚才除了CG 他不晓得出了什么问题 好 那刚才老师有讲了 对不对 文选小说戏剧 有没有共同的提醒出现 就是 可以共同的提醒 就是说 他的考点是考什么 有注意到吗 主题思想吧 是 主题思想 主题思想 OK 小说有主题思想 戏剧也考主题思想 文选也考主题思想 非常好 Lisa 注意到了 除了主题思想呢 学什么 有没有 要不要听 有没有 除了主题思想 还有什么 还有共同的 有共同的这个提醒 看回去 这是文选 OK 这是小说 人物 人物性格特征 对不对 嘿 嘿 哈喽 我的学生 是我要上考场了吗 看不清楚吗 太小吗 那个字幕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是有共同的提醒 是 来那边 来了先 论证论点吗 论证论点 还有一个是 要求表明立场 OK 好 谢谢你 Lisa OK 好 好 我们先看这个 主题思想 好吗 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老师不能够 每一个提醒 都跟我们做分析 我们就用这个几个 常见的提醒来做分析 好 先看主题思想 好 来 我们看 这个题目 文选 作者由包残山后 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作者是怎么看待意的 简述临江之谜的内容 及其寓意 简述 由某事之俗的内容 及其寓意 小说 简西 孔宜己的主题思想 人们有追求自由与幸福 与尊严的本能和权利 思逆阿联 如何呈现上述的主题 作者如何通过卖白菜仪式 描述贫困逼人的社会现象 再来 戏剧 气缘借很多情节 宣扬爱心 同情与互助精神 是举例申诉之 气缘大厅过着 牌匾 藏鱼子孙 是举例说明 他在戏剧中的反讽意义 举例说明 作者如何通过 摇国洞这一个形象的塑造 批判 就社会中藏鱼子孙的观念 同学们 有注意到老师 这个红色字体的字吗 这一些是什么呢 这一些是什么呢 这一些就是 要你特别注意的 这个点 对吧 好 你再看一下这些题目 有一些题目 他就直接 很清楚地告诉你 他要的是什么 主题思想 比如说你看这个小说 减析孔宜己的主题思想 他直接告诉你了 我要的就是你 把这个主题思想写出来 可是有一些 有没有告诉你 他要的是主题思想 有吗 这才是婉转的跟你说 没有 好 比如说你看 这个文选的 作者由包缠山之后 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启示我们还知道 启示就是主题思想 问启示就是问主题思想 作者是怎么看待意的 这一题 还是在问主题思想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清楚 各篇章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那么你才能够 准确地审题 那有些题目你看到 他已经把这个主题思想 写出来了 对吗 写出来了 比如说你看 气言 气言记很多情节 宣扬同情爱心 和互助精神 是举例申诉者 他已经告诉你了 他的什么主题思想是什么 其中一个主题思想就是 宣扬同情爱心和互助精神 如果是这样子的题目的话 我只要举例说明 只要举例说明 当然刚才们讲的 如果他是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主题思想 叫你写主题思想 你就要会写咯 那问题来了 是不是我懂了 这个主题思想 我只要把主题思想丢进去就可以了 那不是 摇头了 不是 那不是应该怎么做呢 宣扬 还是谁 姓薇 不是 然后还应该怎么样呢 没关系 再想一下 我们这里看 宣扬要说话 来宣扬 你还要解释那个主题思想的 你为什么会讲这个主题思想是 很难 要解释 就是要举例说明 要举例说明 可以吗 记得了 好 来看 突然间出现这个 不好意思 跑乱了 没事 好 孩子们 你们是不是都熟记 各篇章的主题思想了呢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那老师给你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简表 或许可以帮助你 可以更快的把这个篇章的主题思想都记起来 可以吗 好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念一下 好不好 谁来 我的哪一个孩子 还是少彤 好 来 少彤 其他的不要太腼腆 好 来 少彤 来 请 好 八九问月 结出了宇宙永恒 感慨人生短暂 人类无法改变这一自然规律 珍惜今生的点滴 光阴 并在瞬间把握永恒 接下去 好 同学们 少彤在念这个主题 少彤记一下子 你少彤在念这个主题思想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把它熟记起来了呢 好 来 少彤再来 好 下一个 三界 第二个是 三界 讽刺社会上那些不知道自己实际能力 而只是凭借外力来逞强 医事力作威作福 冒犯于自己不同类的人 使出伎俩来激怒比他强的对象 趁机胡作卑为 最后却导致了灾祸 是 旺海潮 第三个是旺海潮 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好 表达了对太平盛世安乐生活的热情赞美 嗯 由包长三季 求学问或做事 应善于思考 勇于思索 善借外力更要百依不饶的意志 敢于坚持帮能取得成功 嗯 再来一个 灯 这是现代文 对 赞美灯给人们光热 希望温软和力量 表达光明就终将驱散黑暗 正义必胜的美好前程 是的 谢谢少彤 那么同学们 你是不是把每一个篇章的主题思想都熟记了 好 一定要把它熟记起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 我们看 OK 看这个题目 写出香雪从渴望铅笔盒 发现铅笔盒到拥有铅笔盒的心理变化 这铅笔盒对香雪有何意义 还是你们有注意到吗 这个题目它结合了情结 对不对 结合了情结 没有直接问主题思想 它是间接地问主题思想 间接地问主题思想 好 我们看这个题目 哪一个同学可以告诉我 这个题目它的关键词是什么 嗯 是 欣威 好 来 欣威 自动铅笔盒 发现铅笔盒 然后呢 还有 心理变化 心理变化 还有吗 意义 对 这个铅笔盒对香雪的意义 非常好 谢谢你 欣威 好 来 我们看 这一个学生的答案 我请一位学生帮我念一下 好不好 哪一位学生可以帮老师念一下 这位同学的答案 OK 好 这个是 欣威 欣威 好 来 欣威 同学们在她面前炫耀自动铅笔盒 她因而渴望得到自动铅笔盒 自动铅笔盒成了富有进步的标志 只要有了她 就能摆脱同学们的嘲笑 就能躲出抬儿竿 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发现火车上有个女孩拥有 这款自动铅笔盒 她决定擦上火车 用四十个鸡蛋换来一个 向往移者的自动铅笔盒 在西山车站回台河沟的路上 她手握住自动铅笔盒 心里满满的富足 明天上学时 同学们不会再谈问她了 她从领自己将 人让台沟摆脱贫穷落后 让姑娘们获得尊重 因为自动铅笔盒 相处最有的文化知识 谢谢欣威 好 同学们 请问这答案 有没有符合问题的要求 有吗 有吗 没有摇头 为什么没有符合问题的要求呢 刚才欣威有提到 对不对 这问题有个关键的词语 心理变化 亲笔盒的意义 好 看这个答案 有哪一些词语是讲到心理变化的吗 有吗 有没有提到心理变化 形容词 心理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有吗 静怡 你来答吧 你叫静怡 静怡 没出声 很静 来 说一下 我认为他有一些点没有提到 一些点没有提到 一些点没有提到 什么点没有提到 他没有讲到 自动铅笔盒 它象征着什么 没有讲到自动铅笔盒的意义 对 是吗 好 还有呢 还有呢 有没有讲到他心理变化 心理变化 有吗 有哪一个词语是讲心理变化 静怡 是不是你的 可 我们听到回应了 听到回应 对 现在可以了 又有 不行 谢谢 好 可以 谢谢 谢谢 心理变化 应该是讲他渴望 然后他认为 渴望 还不够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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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事 我们看 没事 我们看 好 孩子 注意了 心理变化的词 一定要清楚地写出来 这一段我可以这么写 同学在他面前 炫耀自动铅笔盒 然后他怎么样 我们说心理变化嘛 人家在你面前炫耀 怎么样 可以相学 他本身没有 他本身没有 所以他感到自卑 委屈 羞耻 人家嘲弄他 嘲笑他 所以他自卑 委屈 羞耻 这个词语 一定要写出来 你没有写出来 就是你没有符合这个问题的要求 再来我们看 另外一段 他发现这个火车站有一个 你还拥有这个自动铅笔盒的时候 他怎么样 心理如何 他十分高兴 他兴奋 对不对 高兴 兴奋 这样子的 能够形容心理变化的词汇 一定要写出来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做什么 他踏上这个火车 对不对 那么这个决定 心理是怎么样的呢 他勇敢地踏上这个火车 勇敢 所以踏上火车去换这个四十个鸡蛋 对不对 心理变化的词语 再来 最后 他从这个西山车站走回台河沟的路上 他手里握着那个铅笔 什么样 心理是如何的 满足 心理是满满的这个富足 那你写吧 他不是在满足你写他 怎么样 充满的这个自信 他很骄傲 他终于能够勇敢地去换取了他想要的东西 都可以 觉得很踏实 有吗 这些都是心理变化的词 必须要写出来 可以吗 静怡 那如果我的答案就是这样 是不是 可以了 够了 是吗 孩子们 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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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变化写出来了 还不够 为什么不够 乐心 因为还没有说明对他的意义 是 非常好 他只回答到他上半段的 他只回答到他拥有铅笔盒的心理变化 他还没有回答到这个铅笔盒对香雪有什么意义 好 谁可以告诉我 这铅笔盒对香雪有什么意义呢 静怡 来 静怡 来 静怡 来 铅笔盒对他来说是文化和知识 文化思识的象征 因为他认为 继续 因为他认为 用有铅笔盒的话就可以摆脱贫穷 就不会再被人家看不起 摆脱贫穷不会被人家看不起 再来 因为 就他认为 拥有铅笔盒的话 就是 就不会被人家看不起 OK 好 可以 谢谢你 静怡 好 OK 谢谢 好 铅笔盒的意义 还记得吗 孩子们 刚才静怡有讲到的 他可以摆脱同学们的嘲笑 或者是恶意的嘲弄 对不对 恶意的盘问 特地问他你一天吃几顿饭 很恶意的盘问他 就是故意要嘲弄他 怎么这样贫穷 对吗 所以他换的铅笔盒 他拥有的铅笔盒 他可以换得至尊 可以吗 换得至尊 摆脱人家的嘲弄 摆脱人家嘲笑 换得至尊 再来 刚才静怡有提到 这铅笔盒是什么 文化的象征 对不对 他是追求知识 走出台而沟 追求知识 走出台而沟 能够上大线 能够怎么样 改变自己这个命运的力量 好 再来 这个铅笔盒 就是激发他 什么呢 激发他 改变这个小山村 这个贫穷的小山村的 这一种信心 整个小山村 很贫穷 对不对 所以这个铅笔盒 就是让他有了那种信心 改变整个山村 可以 所以 同学们 这个铅笔盒的意义 就是 这一篇 小说的主题思想 OK 就是主题思想 注意了 好 我们看另外一种提醒 论证人物性格特征 形象特点 人物性格特征 形象特点 我们看 来 文选 作者以心意厚扬的手法 突出了冯宣自谋不凡的测试形象 形象 论述之 根据五娘侍奉公婆的情况和态度 写出她四个优点 是加以分析 从哪个情节可以看出 云娘是个既细心又节俭词家的好妻子 细心词家 这个是什么 形象 对不对 好 小说描述作者笔下母亲的形象 直接告诉你形象 偶像学里的姑娘具有多种美德 这个是美德 好 是以香雪为例说明字 麦白菜一文中 我和老太太的一场冲突 反映出文中个人的性格特质 这一边她要这个情节 然后呢 个人 意思说有好几个人 对不对 有好几个人 性格特质 说明字 是举例说明 李老汉是一个中性的仆人 戏剧 他告诉你了 这个怎么样 李老汉是一个中性的人 然后呢 要你呢 什么样 给举例说明了 已经把那个形象告诉你了 再来 何以见得杨寒儿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孝顺 那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叮嘱要跟考生说的吗 就是说在我们还没进入常见的提醒这个部分的时候 还没有进入常见的提醒 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环节的时候 就总结刚才之前所说的 这个就是刚才那一个提醒 我要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等会 就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再进入这个环节 没问题 所以那总结一下刚才之前的那一段 那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话 或者什么问题 这样子想要问一下老师的吗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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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给我讲完这一段 可以吗 其实刚才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的问题 OK 刚才同学们有注意到 你认为A是这样子的人吗 举例说明 跟刚才那个问题是一样的 小说剧中的A是这样的人 那么就这个剧情举例说明 A角色在剧中发挥什么功能 减速A在剧中展现出的形象 就是我们刚才的题目的那个提醒 OK 所以这是常见的 那一般上就是两个分为两大类 一就是分析评价人物形象或者性格特征 就是你必须要知道 这一个人物它的形象性格特征是什么 题目我们一告诉你 它叫你分析罢了 OK 你必须要知道 另外一种提醒呢 就是题目里面它直接告诉你 这一个人物它的形象特征是怎么样的 OK 好 所以你举例说明 比如说刚才讲说 杨涵儿是一个孝顺的人 她已经告诉你她孝顺 那我们举例说明 明白 可以吗 同学们再想一下 关于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性格特征 还有哪一些词语是讲性格特征的 那我们稍后过来 再之后再来问问同学们 好的 谢谢马老师 谢谢同学们 那我们稍后广告回来再继续聊一下 很感激NTV7TV 为中国文学考生精进准备的 2020年中国文学作达知诃直播 还记得当初选文决定报考中国文学时 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开心 因为孩子自小不爱华文 每当下午她上完文学课后 她都带着满满的喜悦 回来与我分享 苦等了一年又两个月的孩子 终于要考试了 新的战场已开辟 通风号已响起 唯有努力 胜利才是掌握在手 Sharon 加油 我是林凯妮的妈妈 我的女儿是2020年的SPM考生 读一般大令公教中学 还记得当初 报读中国文学的时候 我非常开心和欣慰 因为孩子本身很喜欢中文 转眼间 孩子要考试了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无法去学校上课 但很感激 给老师们的依然尽心尽力 的安排上完课 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 TV本地的看安排了 席很棒的老师 减轻学生们的压力 考试将来临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轻松面对 和金榜提名 同时也祝福其他的孩子加油 谢谢